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場半小時而已啊 大家下午好 我們吃完午餐之後 下午的議程就正式開始 今天下午 1點開始第一場 是要來談這個 維基媒體基金會從 2021年開始 開放申請的 一個新的 一個全新的 補助的系統叫做 聯盟補助 今年我們台灣剛好有三個團隊 有獲得補助 今天剛好這三個團隊裡面 有其中兩個 來到我們今天的現場 也就邀請他們 來跟我們分享說 目前聯盟補助 執行上面的一個 階段性的心得 好 今天我是這場的主持人 我是文悅 那 我在去年 是當台灣維基媒體協會秘書長 那 我也是協助第一次維基聯盟補助的 增見跟宣傳 那 今天的旅團人 在我的 就是 右邊 右邊 右邊這位 是Dennis 然後另外一位是 新樂園藝術空間的 武助安的代表 國古友 好 怎麼樣 不是應該正經一點 等一下有進爆 可以講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這是有播出去的 全球放送的 好 那 首先 我先來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什麼是維基媒體聯盟補助 那這個補助是從 2020年開始 就是維基 就已經有在 維基媒體基金會在規劃的 新的一個補助架構 那在2021年正式公佈 他們調整了整個 維基媒體基金會全球的補助結構 改成三大項的補助 分別是 Wikimedia Community Fund 然後 Wikimedia Ideas Fund 跟 Wikimedia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Fund 主要是這三大類 但是 這邊也平心而做 就是 雖然 他們很努力的整合了 很多的補助 整合成了這三大類 但是 在2021年公佈了這三大類的補助之後 他們又公佈了新的 不同類別的補助 所以 本來是想說 要整合這些類別 變成三大類 但後來又有其他的 不同的補助 可以去申請 這個只是一個題外話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2020年 Wikimedia Foundation 在美國的維基媒基金會 他們陸續開始做 維基媒體計畫補助的 補助策略的討論會跟調整 那 2021年末 大概是第三季第四季 正式調整成 這個 維基媒體社群補助 維基媒體聯盟補助 以及 維基媒體研究與科技補助 這三大分享 那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聊的是 這個 Wikimedia Alliance Fund 就是維基媒體聯盟補助 那它主要還是分 它主要還分成兩大類 一大類是Rapid Fund 快速補助 快速補助 就是小額快速 當然 也必須跟他講 你如果去看現在申請的表單 好像沒有什麼人申請Rapid 就沒有什麼人申請快速補助 那 另外一個就是一般補助 那一般補助是 一年收件兩次 那在第一屆 在第一屆 是在2021年12月跟2022年2月有兩次的收件 那它的規定是這樣 就是 你如果在第一年投了第一次補助 你就不可以投第二次 但是你可以投第二年的 就是你一年不可以重複 投兩次就對了 那 在一般補助裡面 它單 就是它單比的那個 補助最高可以補助到10萬美金 那 它這個補助跟原本的維基的補助 有什麼差別呢 就是 這個補助算是在 呃 在這個補助出現之前 呃 維基媒體基金會 它在 在 規劃這個 補助的分配的時候 通常都是規劃 劃分給這個 維基媒體社群 或是 維基媒體的一些 所謂的 維基媒體自治體 就是我們講的 User Group 用戶組 或是Chapter 分會 那 在這個 聯盟補助出現之後 就開始出現 它的 受補對象 它不是 以 維基社群 不是以 維基媒體自治體 為主的補助對象 而是改成 補助非維基媒體社群 或是 就是維基媒體社群的 合作單位 也就是說 假設今天 社群跟學校合作 過去的做法都是 補助款是補助給社群 然後由社群去推動 一些事物 那現在變成是 社群跟 學校 媒合之後 由 學校這邊 去申請補助 直接補助給 學校 那 這樣做的目的 是希望說 可以開發更多的 新的編輯參與者 跟更多的社群的連結性 那 稍微 簡單 等一下 好像少了幾 很好 沒關係 那 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目前在 全球 就是 兩次的補助裡面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在第一次補助 總共補助了八件 那這八件裡面 台灣總共佔了三件 比例非常高 然後 第二次補助補助的 好像是12件還是13件 詳細數字我不太確定 但我們 第二次 第一次就 台灣就獲補零件 齁 那 台灣的總共的 投件次數是 第一次加第二次加起來 我們總共投了四件 然後成功三件 失敗一件 齁 那 至於為什麼成功 跟為什麼失敗 大家都可以去 Wikipedia LX報的 網站上面 的頁面上面 去做搜尋 齁 上面都有講說 呃 獲補的理由 跟 不獲補助的理由 齁好殘酷喔 齁 好 那 接下來就先由 那個 大瑞琳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這一次 OpenStreetMap 社群 跟那個 維基媒體基金會 申請的聯盟補助 補助的 內容 跟工作的項目 OK 我們是用 OpenStreetMap 台灣社群的 那個 身份去申請 儘管說其實 很多OpenStreetMap 台灣的社群成員 其實跟 編維基 跟 維基亞人是有重疊的 那 OpenStreetMap 是一個開放送權 共同編輯的 線上 線上的世界地圖 那 我們 就是 我們的內容的話 是執行六次的 實力的踏場 做法的話 就是 去買 360相機 還有就是 車架這部分 然後 會有 又次就是出遊的時間 然後 每一次都會把那些 車架 就是 把360相機 架在車子上 然後 就一邊出遊一邊拍路上一些經驗 或者是一些道路的狀況 那 等到就是出遊完之後 我們會把相片都送 360相片送門上去 然後 會再辦一次 隔一個月就會再辦一次的工作坊 所以 會是 一次的 實際踏場 然後隔一個月就一次的 工作坊 這樣交替進行 然後 從 三月的時候到隔年的 二月這樣進行 那截至7月30號 為止的話 我們進行兩次踏場 跟三次的工作坊 那下次的踏場會是下禮拜天 這樣一整天 然後打算就是在陶仁一帶去 踏場那樣子 可能就是往 從台北這邊出發 然後 沿著那個 神道縣道 區道 那邊 然後去往 陶仁的海丁 可能就是海湖啊 或者是 遠一點看到新屋之類的 這樣去進行 那 可能大家會問說 為什麼要三六零相機 那主要就是 三六零相機的那個鏡頭 是可以 如同它的名字啊 就可以錄製360度的那個影像 如果是用手機 或是運動相機的話 就只能照一個方向 那這邊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我們是新樂園這邊 然後我們這個是用 新樂園藝術空間的這個單位 然後 原本提案 主要是 原本提案主要是 原本提案主要是 你要有一個角度 欸 對 對 我們原本提案是要建 Wikibase 也就是Wikidata的 他的 團團的基礎 但是我們要 計畫說 專門為台灣的替代工間 和藝術室 這部分建一個Wikibase 那 那 對於 藝術空間來說是這個目的 那對於那個 就是我們跟Wikidata台灣合作 那 因為我們討論後發現 Wikidata台灣 過去 主要在經營在Wikidata這一塊 但是在Wikibase 這個東西上 我們一直都沒有碰到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想說 彼此 物理啦 就是我們有資料庫 那 文藥的Wikidata那邊可以學到 或者至少有實際碰過Wikibase 這個 建制的流程 然後之後 如果有機會的話 其他單位 例如 學校 或者其他不同的 人員想要建Wikibase 之後 Wikidata社群這邊 可以提供協助這樣 我打那麼多啊 你的資費多嗎 我打那麼多啊 他被迫把它拆成裡面 反正 反正就差不多剛才這樣嘛 然後 我們 已經辦了市場工作班 那 之後 Costpart之後 還會有兩場 那可以看新樂園的那個 領書 這樣 其他其實都超 剛剛有講的 好 那 稍微先再繼續分享一下 就是為什麼 今天會有這樣的講座 就是 因為等一下會跟 兩位稍微聊一下 就是 中間申請的一些 心得跟感想 但 這邊也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 在剛剛的前幾頁也沒有提到 就是 我們下一次 這個 維基聯盟 媒體聯盟補助的下一次收件 其實就是今年的9月 跟明年的3月 那 其實這個 補助 目前我們也都是非常的 呃 歡迎 就是 不同的單位 只要你有 用到維基媒體計畫 其實任何一個計畫 包含 Wikidata Wikipedia等等 甚至在 像以街警調查團來講 他是 呃 實際上他是 以街警啊 或 OSM為主 但是 後續有把相關的資料 上傳到 Wikipedia 加卡嗎 用Vikipedia 這應該是長期最大的圈 對 這鐘聲真的很大聲 好 那 在 呃 就是這個補助 目前都是很歡迎大家去 呃 投劍 那 呃 以目前台灣這邊的過程率也是滿高的 就是事件 然後只有失敗 其實過程率 其實我算 算非常高 那 都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那 呃 這份簡報在 結束之後也都會釋出 那大家可以透過上面的連結 去瞭解什麼是 呃 那個聯盟補助 那 接下來就是先來 呃 問一下兩位這個 申請者 這個 呃 一些 在申請上面的流程 跟 呃 跟一些 那個想法 那首先就先問一下就是 呃 這份申請報告怎麼去撰寫 然後要 投稿給誰 然後要在哪裡投稿 對 那我先說明一下 ObenStreet Taiwan 這份 那第一個問題的話就是 如何判寫申請報告 那 其實維京媒體基因會 它其實有相當多的 IT 工程師 所以它的那個 申請案子的那個 它有個獨立的網 叫 Flux 這個網站 然後其實相當的難用 對 它即便是審查的人也是會承認這件事情 然後教長就是說 有些美感要是特別注意 就是要時常的存檔 然後幹嘛 其實跟 我們用一些官方網站 其實那些 官府的人會想 同樣的話是 一樣的情形 那 它會問一些比較就是基本資料 就是團體是不是立案啊 或是非立案這樣子 然後比較重要的話就是 財務多托管這塊 因為它可能會希望說 就是有個 法人機構能去管理你的錢 那樣子 要不然就是 你自己要有帳號 然後這帳號 最好就是 資金的出入比較 單純一點 就方便去做一些追蹤 那樣子 所以就是 財務這方面 會是這兩種情形 在 OpenTrain的台灣的話 是找那個 台灣的維基媒體分會 托管那個財務 那 這部分的話 會有一個百分之十五的 托管費用 是有那個 那個 台灣維基媒體分會 去進行的 那他們會提供一些 行政的支援 然後說 一些 每一次活動那些 出帳什麼的 或是那個 單據 影據的報銷什麼的 都會讓他們進行 然後確保說 這整個那個 這個專案的過程 那個錢的 那個收支是OK 然後就是 都頁頁頁出來 然後符合台灣這些 一些 監管相關的規定 然後也可以跟那個 經營會報銷 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就是 剛剛提到系統會 要你填一些基本資料 就是申請的資料 然後 你是代表什麼團體的 然後再來就是 他 可能就問你一些 動機相關的一些事情 然後說 為什麼要申請在 那也會問你說 過往的你的 那些相關的經驗 有沒有做過相關的一些 拿一些補助去執行的專案 那你 因為台灣的情形的話 就是有進行一些 就是大概 呃 不會 金錢規模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一些 專案 像是 那就是 Open Data Day的部分 是跟 Wikidar台灣一起來 聯合進行的 那這個錢的話 大概就是 一千以內 對 一千美金以內 對 對 就算小規模 對 那像 我們這次 聯合補助 是申請到 就是三十多萬的台幣 所以那個 金錢規模 就是比較大的部分 那他也會去 指引這方面的部分 那你就是要好好的 就是後面會有一些 回應的部分 就說明你怎麼去監管這些錢 然後 也會說 就是 因為我們要買設備 那就會 我們就是 夜預算的時候 要列出設備費用多少 然後 人事支出是 怎麼去列 這樣子 像我們這可能就是 每一次工作坊會 跟PM去負責的 那這人事費 就是 請他去 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 開車部分 駕駛也有補助 駕駛補助 還有註冊的費用 就是 都有列出這些 售致的項目 再來 可以繼續講 Flux的部分 其實它 其實相當難用 然後又 然後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是不要等到最後一刻 去把它寫完 因為你會 面臨一些 就是 它跟台灣的補助申請 寫作邏輯是不一樣的 你要先適應它的 一些 邏輯去寫 因為它是把這些 要問你問題 或拆分成表格的方式 去進行 那就是 依序填答 那台灣的補助申請 會比較偏 作文比賽 這種形成的 就是說 你就把那 W1H寫出來 基本上就OK了 但是它在 Flux的系統部分 是 拆解到 就是用問題 就是一個一個 細項問題去做 舉一個例子 它可能問你說 New engagement 的人數之類的 比方說 你可能就是 辦了六場的工作坊 加六場的 六場的實力考察 羽衣記會有多少新參與人 它不只是問你參與人 而問你新參與者 就它一個 metric就是 新的 比重有多少 再來就是 他們是 維基媒體基因會 讓你可以注重說 你在 維基百科這邊 或是 Wikidata 這些維基媒體的計畫中 新增加的內容 那 不顧了 這要怎麼補充 那個 Fros 真的 因為 以前 維基的 升級補助都是用 MetaWiki MetaWiki 然後最有趣的是 Fros 填完以後 它還會另外再幫你建個 MetaWiki的頁面 就是它還是有一套 老牌 老系統 然後 可能它那樣同管方面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 那我覺得 因為 就像大約也講的 就是 寫思考邏輯真的跟 台灣的補助方式不一樣 然後 其實我們那時候 其實也遇到一點trouble 因為一文借的補助更多感化 然後 另外 有個 呃 錢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提的就是 它相較於過去的補助 就是過去其實 基金會對於一個計畫 申請補助的人士 其實是有控制到 好像不能超過幾成 三成還是多少 但是這次我們這邊補助的時候 其實還是 有稍微超過 就是可以 協商 但是它還是 我覺得 要 申請的時候 大概要知道 外國人的邏輯 就是說 比如說 它會思考說 你這個案子的錢到底 例如說 你是半心 半直的 或者你大概 預估這個工作 會花你一個月多少時間 這樣算一錢 因為這個 對我們藝術圈來 其實有點怪 因為我們藝術圈就是 你拿多少錢 我們就把事情做到滿 然後他就覺得 那時候我們都沒寫我們的錢 那時候我們都沒寫我們的錢 然後基金會那邊就說 你可以寫你們的錢 那我們就直接抱全心 他說 不行不行 你們這要太多了 有點 有點要習慣一下 彼此之間不同的文化上的差別 那我覺得 有一個可以先抱怨的是 其實因為像我們來說 我們那時候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就是很明確 兼Wikibase 那可能會整理資料什麼的 然後所以 就沒有特別寫說 我們要輸入 就是我們的整個計畫的主著 其實就是建Wikibase 然後去講那個 浮食這個社群 但是 遇到那個Wikidata 就是剛才大瑞講的 參與人數 參與人數還要寫 我就會說 預計辦工作方有幾個人 這還好 但是要多少編起事數 因為我 我就不太去 我們可能會教大家說什麼 寫Wikidata 但是我們 那個不是我們重點 但是 在那個 填表格式中 就好像變成 我一定要伸出一個編輯次數 這 這某種程度 我覺得是 因為以前其實 以前基金會的補助 都是有這套邏輯 所以在聯盟補助的時候 延續這個邏輯 這樣 你剛剛簽到刺激問題 就是阿輝的狀況 你有動 我先補充一下 就是關於剛剛提到那個 人員全新辦新的部分 就是其實那個 回饋意見我也有聽到 就是 其實基金會他們會設想一個狀況 就是說 因為他們會設想說 這個補助案是 合作單位提出的補助案 所以他們 會認為說 提這個案子的人 他可能原本在 這一個 合作單位裡面 可能像這間學校 或這個單位裡面 本來就是有 有幾星的工作 所以他們就會想像說 你直接在這邊 報一個全新的人員 他們會覺得 不太合理 所以他們就會質疑說 所以這個人真的是在這個 案子內 全新都在 全新都在做這個事情嗎 如果是的話 當然他們就會 就是如果你提供一個答案說 是 就是這樣 就是 我找這個人來 全新給他 就是因為他全新都要做這些事情 那他們就會 他們當然就會覺得說 喔好那可以給他全新 但 如果說這個人 並不是 那 基金會就會覺得說 那 呃 應該只能合給半信 或是 所以現在是上課的意思 好 好 所以請睡覺了起來 好 那我覺得在 剛剛提到的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有用過 浮大師的系統 那系統 那系統真的是 呃 我要抱怨的東西是 他字很小 你知道嗎 他字真的很小 然後他就是 所有的字都擠在一起 就是眼睛不好的人看 真的很痛苦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然後 他也是會 他有中文 但他的中文都是自動翻譯 而且他的那個自動翻譯是改不掉的 就是 你不能自己手動去把它翻譯完 然後跟他講說 你可不可以改成這種翻譯 不行 他整個系統都寫實 就是 你如果切成中文 他就全部都是 就是 積翻 我不知道是不是Google翻譯 我記得好像不是 但是他就全部都積翻成 成中文 然後就變成說 你在讀一個 讀一個 那個 申請書 然後他裡面的中文 是很別角的中文 這樣子 或是他翻譯一些奇怪的 然後就變成說 你被迫還是要看 英文的申請書 在寫這份文件 但 其實 可是其實基金會他們有給我們 一個 他其實有幫 他另外開了Google文件 然後把Flots的所有的問題 貼在那個Google文件上 然後再寫翻譯 所以他其實有給了很多Google 例如葡萄押語的Google問題 然後 那個中文的問題 其實你可以照Google文件的那個問題先填 然後之後再 塞到Flots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基金會不要Flots的時候 就可以有中文 就他已經找人翻譯了 然後 系統也都一樣 就是這個選項是 翻譯成中文 都有了 但是他就不要多做那個功能 然後寧願做個Flots 那個基金會如果有在看 那個拜託一下 拜託 然後 那個 不過 額 順帶一題先接連回答 第二題的後面就是 申請要不要寫 申請要不要寫英文 我可以跟你們講一件事 就是 新樂園也是寫中文 對 就是在第一期的三個案子裡面 只有奧衛生寫英文吧 只有奧衛生那個案子是寫英文 那個新樂園跟另外一個那個 陳大 陳大的案子都是寫中文送進去的 所以 送中文是沒有問題 但就是 他們就是會請人幫你們處理好翻譯這樣 但如果說你們 擔心人家翻譯翻得不好 你們還是可以自己寫英文 對 對 接下來應該進到比較刺激了 那 捨查會議的狀況 對對對 那 我們今天其實是很和平的 就是書面 我有書面打電 那我回答完之後 基本上 就是 進到那個視訊會議的時候 基本上都很peace 就是 有認識一些人 就是say hello 這樣子 因為有一個就是東南亞區 這邊有一個有名為基人叫Buch 然後就是 跟我算但是很久了 就說say hi 臉上都算相當和平 但是好像 新樂園人員比較不是這樣 呃 其實我們也還好啦 我先講 因為其實我們是用中文 然後寫會 基金會那邊有請 就是口譯這樣 所以 稍微 就是腳 尾 要稍微 時間差 然後 讓那個口譯 尾 尾 好煩喔 你都沒有掌握好他那個角度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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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家翻譯完嘛 那其實就這樣 那 那我們 問的時候其實 就是他就一樣嘛 就是問你說 你們這個案子怎樣 但是我 我剛才講到我們這個案子要做Wikibase 可是我越聽越覺得奇怪的是 他們怎麼一直問我Wikidata 然後我就心裡想不妙了 因為 因為他們就開始問我們說 你們怎麼 沒有編輯次數 就是編輯次數可不可以給啊 就是都很友善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 他其實沒有Gate到我們的點 是 他其實有些預設立場 就是他想要編輯次數多 然後我們預設的立場是 我們想要做Wikibase 那編輯次數我們當然可以給啊 但是沒必要 那不是我們的計畫重點 然後所以我們就覺得有這個 Gate 落差 我們還要等下第四條那個喔 對啊 最難應付的審查意見 對啊 也不是最難應付就是 認知差距啦 那你如果覺得 他們 因為你剛才聽到維越有講嘛 這個是給 講聲一點 社群補助嘛對不對 就是跟社群補助不一樣 他是要給外面的單位申請 他希望給不同的維基以外的單位申請 結果他的標準是 請問你編輯是多少 工作方有多少人 然後假設 好吧如果你是個美術館好了 然後你想要提一個比較 很刺激的案子 例如說我們要辦個維基的雙眼展 然後整個美術館給你用 但是用維基的材料 然後你進到那個審查委員會 他們會問你說 你要開幾個工作方 然後你要 有多少人會參與 然後你會捐贈多少個檔案嗎 可是對於你外面的單位來說 他其實 那個不是重點 那個是我們開放就開放 沒差啊 但是我們自己要的東西 不是這個 所以 表面上好像是不同領域的交流 但我覺得 聯盟補助在審查這塊的時候 好像是有點 沒有Gate到 反而有點回到以前的 社群補助的狀態 但因為維基以前的社群補助 就是很強調多元嘛 就是說 嘗試啊 例如說接觸不同單位 會讓他們捐贈檔案 為了開放更多資料 這樣 但是聯盟補助卻還是做一樣的事 就我決決不了 想來講一下 是那個審查結構這部分 就是 有 維基金會正職是 那個grants的那個programmer 這部分的 那 我們這區東南亞區 的話是Jankraine 負責的 那其他就是 我們其他視訊會會出席那些 除了口譯之外 就是ESC區域的 那個審查文會 那他們通常都維基人出身的 所以可能才會形成就是說 他們一直很關注編輯次數啊 或新的維基編輯的那個 比例之類的這種問題 那這可能對一些新的團體 或是周邊團體來講 他不是很容易可以拿出這些數據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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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 因為我們就做Wikibase 那Wikibase 其實是德國 協會 分會那邊 特別推的 因為 德國分會特別 就提 跟基金會 合手 聯手做Wikidata這個案子 那Wikibase 因為它是基礎技術 所以它要 也是德國分會那邊做 所以 以德國分會跟基金會的角度 他們會說 Wikidata 跟Wikibase 這兩個要同時的發展 但是 在ESAP 或者說 在亞洲這邊的時候 好像就突然覺得 欸 Wikibase是什麼 那好像是 不是維基媒體 運動的東西 而是另外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可能也會遇到類設定說 你做MediaWiki 假設你要做 就是有個案子 是跟MediaWiki有關的 那他們可能 或者說是跟那個 我們不是有專門翻譯的 那種 另外的平台 跟那個有關的 然後可能會 不被認為是 Wikibase 就是 整個文心媒體運動 可是 很吊詭的是 因為這些東西 其實在整個運動裡面 它是缺一不可的 或者說 它其實是一個戰略 就是說 策略性需要去補助的東西 那 可是因為 可能過往 ESAP 或者比較專注於 編輯 傳統的結構 運作方式 所以 嗯 有點無法抓到吧 我們覺得 那時候有點 覺得 彼此今天抓不到這樣 那 可是 可是我有點好奇 OSM對於文基來說 他們都沒有問這個問題 我們的書面答辯非常的難 所以說 所以說 應該遇到一下 新熱眼造型 這 這 等一下 那你們接了 而且我們要算安裝 就是義大利文基分會 其實 另外也會認識 OSM義大利分會 所以其實是很容易溝通 等一下 那你們的合作 就是跟文基的合作 算在哪一個 呃 我們就是把一些 景點的 照片 上傳到 是 所以我們會有些 數據都可以做出來 等一下 用Commerce就可以算 喔 不是 因為我們也可以做 comments 我們就做訪問 然後就 訪問 然後就會有很多老藝術家出來 然後就有訪問 然後就會很厲害 然後說 我們把所有台灣老藝術家 都請出來 然後每個都訪問 數據都做出來 但是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大家還在互相摸索 說對 我覺得真的在摸索 要的東西是什麼 那最後 因為其實 時間也差不多 最後做一個 簡單的收尾 然後 就是 呃 今年的9月 會開 第二年的 呃 聯盟補助的增鑑 那其實 最後也還是 非常歡迎大家 可以來嘗試來 來投鑑 那最後兩位 能不能給 就是 未來有機會 想要申請的 朋友 一點點建議 那 我自己先給一個 建議就是 如果有任何想法 可以先丟到行 會去問問看 呃 這個是一個 蠻務實的建議 非常任性的 協會秘書長 對 對 對 那 呃 可以先 討論看看說 呃 想要做的東西 呃 那兩位有沒有 最後一點點建議 給未來想要申請的朋友 第一點就是 不要再最後一天才發現 哈哈 不然你就被他邏輯給那個 要 有受到一些文化衝擊 然後 我覺得他 其實不用怕語言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基金會有在思考 就是 語言 翻譯的字型 其實他們會盡可能處理 像講會員本身是會中文的 那 很多的 例如說一些問題回應 他其實都 就算他不能直接翻 他也會用自己翻 基本上我覺得基金會已經很嘗試了就是 他已經知道 不是每個不同領域的人都會英文很好 所以他會設法去處理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 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嗯 因為我們以前真的都要英文 欸 可可我跟妳補充一下 那個 這個 Dennis曾經 投劍用台語投進去 真的假的 他最後還是要讓他判懂 就是 他們還 可是後來 基金會還特別去委託別人 把他的台語換成英文 但他真的 的確有用過台語投劍 我就不知道 因為以前 看的案子都是英文為主 對 就是 然後報告好像也是可以用中文 對 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說都是個 蠻友善的 蠻友善的 對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跟你討論計畫的人不是講英文 你就會覺得 喔他是真的可以跟你跟妳溝通 雖然他英文不夠 中文不夠論 欸 那邊有問題 欸請說 當請教友有點 就是有關 就是你們在寫申請案的時候的 文字內容上 那些就是 比較細節 或者是 我會反昊的就是 你們會 因為這份文件 可能要被翻成英文 讓你們不用走 不會用 這就是念 然後在台灣 個人公布的申請 文件走 然後就知道 有些公文用 會寫文件這樣 好 是不是都有 自己申請 專案 然後是不是 裡面 我覺得 不要用這種 公文用 來做 今天這個來文 都很想好 就是 就是技術上 還蠻好的 有特別注意的人 沒有 因為我還直接寫英文 我寫不出來 我寫不出公文 呵呵呵 但我覺得 那時候是有 我是有避免用到 藝術圈 因為藝術圈很在講幹話 就是講一些 酷炫的詞 然後 然後我們 那時候寫的時候 就沒有特別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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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用途性 就是說 這個對我們來說 有什麼好處 就是我們有資料庫 然後對維基來說 有什麼好處 就是可以學到這個技術這樣 我們那時候 一直想不用這種方式寫 就快速讓彼此了解 要幹嘛 好 那 欸 還有一個問題 請請 可以可以 就知道 就是你剛好說到 那 這樣一個漫畫三多元 因為很差 就是 就是 Wikibase跟他們要的 Data的連擊 其實 那後來是怎麼解決這件 是他們接收嗎 還是你們接也 對嗎 呃 與其說是衝突不如這樣講 是 當我們做Base的時候 Data這件事情 本來就有 因為 Wikidata 跟 Wikibase 其實很多資料 應該是 運行是會共通的 但是因為我們寫計畫的時候 因為 一開始 寫計畫就是 直接講重點 就是要做Base 然後 弄社群 然後它的成效怎麼樣 結果 那時候 在那個審查會的時候 結果大家都在問說 Wikibase 怎樣 你要多少張照片 多少個資料的時候 對我們來說 那個東西 就會生出來 啊 生出來了 我們生出來 也不會自己找個 一Sale表自己放著 然後就不公開 我們直接公開也沒查 可以理解吧 就像我們拍照 然後就自動公開 可是 在審查會的時候 就變成說 那你這個聚會的照片 要不要公開啊 變成這種奇怪的問題 可以理解吧 就是 我們進來 我們已經 對我們外部的單位來說 就是我們已經進來 危機缺了 那就照你們規則 反正照片沒有 需要特別授權 我們就開吧 事實上沒有需要特別授權 我們就開吧 沒問題 但是在這個時候 然後又確認回去 再問 再確認一次 我覺得有點多餘 那 這個 以上 就是我們今天 這個 簡單的一個 呃 一個 心得的分享 那最後 也是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呃 第二次的頭件 會在 今年的九月開始 那如果大家 有任何想法 也可以在 會後跟我們 討論看看 那或者是可以 那個 呃 聯絡那個 台灣的基本體協會 那他們 會 可以提供你們一些幫助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